那系統性的學習就是說 有計畫 有目的 循序漸進的 然後呢 自己安排 然後跟老師跟同學 還有自己來學習 就是所謂系統性的學習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去玩一樣東西 或者是學一樣東西 如果你沒有一個系統性的 或者是計畫性的 或者是一個目的性的 到最後常常心很大 到最後呢 往往會怎樣 虎頭蛇尾到最後防不下去了 對不對 那也有人是說 那我玩一次性的 那玩一次性的 可能就是很短暫的而已 爽就好了 或者是快樂就好了 可能就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目標 或者是達成這個所謂學習的目的 所以呢 我們學習書法 不是說玩一次的 或者學一次的 也許關係到我們個人一輩子的 生涯計畫 對不對 所以有人說 那我以前都沒有學過啊 沒有關係 你從現在開始進入了以後 就可以慢慢的朝這個方向來做 那因為我們共同學習了以後 師生學習了以後 一步一步來 我們就可以達到目標 好 再來我們講到說 什麼叫你們計畫的 也許有的人會說 那我有什麼計畫 我來就是要學啊 其實因為書法的天地無限的寬法 比如說你看人家展覽 有人都寫得 哇好吵喔 看不懂 你就會跟他距離拉遠 你就說 書法就是這樣看不見啦 你就會退避三聖 其實那只是其中的一個小部分而已 在廣大三千多年的書法天地裡面 其實那只是一點點而已對不對 滄海之遺書啊 一點點 那個沒什麼 更多的還有一筆畫的 寫那個鑽書啦 寫那個楷書啦 那個一首唐詩啊 一首什麼什麼什麼 自己做的詩啊 都可以 甚至於牆壁上天地海報 你自己寫兩個大字了 那個都算書法 所以你要怎麼計畫 你一定要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我來了 我自己心中央的算計說 我可能先從楷書開始學起 那我至少把楷書寫個樣子 那我希望說 你的計畫裡面不要太遠大 我一定要把書法 尤其是楷書 我一定要寫得多好 寫得比老師好 或者是跟老師一樣好 其實這個計畫 你心想就可以 但是計畫裡面 你要打個折扣 為什麼 因為沒有辦法說每個人都想要說 老師寫成那樣 我也跟著寫成那樣 不必然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書法人各有體嘛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向 自己的興趣啊 那你可能剛開始用很直接 或者是很淺顯的方式說 我只要把楷書的 練個一個基本程度就可以了 那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那至於基本程度到哪裡 也許可能稍稍會把一個作品展現出來 不會太差就可以了 所以自我感覺上 不要太強烈 不要覺得說我一定要寫到多好 一個基礎就好 我不是剛剛講說 書法的天地無限寬廣嗎 你為何一定要把這個體寫到 這個如火純青啊 如火純青 不需要 對不對 你就是寫一個基本的 那變個基礎以後 你可能在同學的共學裡面 就發現說 哇 那個字體好漂亮 我是不是可以學 沒錯 你也可以學 那個行草 哇 天馬行空 這個揮灑自如 我真的是我一輩子的夢想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的心隨時跟著很多人學習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共同的朋友裡面的那種發展 一直有那種飛出去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我們想說 你是不是看了那樣就想學那樣 看了那樣就想學那樣 有一點點是這樣 但是 你就是自己找一個目標 比如說 我的凱書寫的一定程度了 一個小小的階段 那剛好這個階段呢 可以打底 我就去學行書 或者行頭 欸 老師可以嗎 我凱書都還沒學好 可不可以跳呢 這個會被人家說 這個 不能走路要學歸 欸 真的啦 不能走歸歸很好的啦 對不對 你看現在這個汽車就可以飛上天空啦 對不對 那種是一個理想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idea 或者是一個心智 是很棒的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說 我們不必要求自己跳得太高 飛得太高 各樣都沾上以後 然後慢慢的從裡面去找 因為誰也不知道說 你從哪一個體裡面會獲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績 那當然有的人心比較 需求比較多 各種字體都要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說 在有限的時間 可能就是稍微再鑽一下下 各種字體都可以來勝略 是沒有錯的 可是稍微鑽一下會更好 比如說 我的行程是鑽長 我的楷書也是鑽長 那立書鑽書 點到為止 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計畫 所以你自己先設定一個目標 很近或者是很淺顯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情緒的 一定要有步驟的 對不對 你不能說一天到晚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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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動筆 也不買字鐵 也不買筆 也不買什麼什麼 東西沒傳好色 對不對 或者是說 你也沒有去下筆 去學那個基本筆畫 或者是去找喜歡的來練 不下手 那永遠就達不到目標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看得到嗎 看啊 看得到 一片氣焦 斷電 可能是斷電 因為 可是這個溫度也不是很高 為什麼這樣 好 工程 好 工程喔 好 那群戲怎麼玩呢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有一個因果關係 比如說行草書 那行草書 福是不能馬上寫的 但是我希望 或者是我們的經驗語跡告訴我們說 你楷書 如果你是有個基礎以後 你再學行草書 就很方便 因為它是一個練習的 所以呢 由楷書來墊 楷書呢 是基礎的東西 先開始呢 不要浩高護眼 用楷書來墊 因為楷書裡面含蓋什麼 筆法 那很多同學說楷書的筆法很難寫 因為每一個筆畫幾乎都是關鍵 那個筆畫寫不好 哇 擋在那裡 真的是如梗在喉 過不去啦 所以過不去 你就很難去跨越 可是呢 我只要你會了就可以了 那其實 如果以專攻楷書來講 楷書有很多種不同的面向 不一定是以唐朝楷書為主 魏碑啊 晉朝的鐵啊 或者是 我不是有介紹過魏朝的 像那個什麼 中游的字啊 還有 你把那個什麼 漢簡當作楷書也可以啊 這個也是可以的 可是呢 我們就是把楷書來當作電機 再來呢 結構 如果你會筆法結構不行 看起來還是比較不順 如果你在結構上面 結構體上面 因為楷書的關係 讓我們電的基礎對不對 你那個架構都很穩 因為楷書提供我們 尤其是糖 提供我們很適切的一個結構標準 比如說這個一個房子蓋起來對不對 它一定有樑啊 或者是地基啊 一定打得很四平八穩 要不然會怎樣 傾倒 比如說像我們寫書法 一個高 高的寫法一定有一個 它的架構在那裡 為什麼是左短右長 為什麼它有右上輕的感覺 它的架構提供了我們一個標準 為什麼它右上輕 知道它字為什麼 筆畫為什麼都右上輕 一邊來講也是 可能古人給我們的觀念是說 大部分都是右手 右手洗的時候啊 都會往右上抬 大部分都往右上抬 那往右上的感覺會怎樣 你腳上起來比較高的感覺 比較高的那種感覺 再來就是說 大部分在起跑的時候 很多人起跑的時候 是從右邊開始還是左邊開始 大部分是從右邊開始 那你不要以為左腳在前面就是左邊開始 左腳在前面是從右腳 被右腳要處理出去 這樣才對 不能說左腳開始就這樣處理 差兩秒 差一秒 你就搶楊俊的很快 它千分之幾 同樣秒數呢 同樣是二十三秒到 但是呢 人家的肩膀這樣過 你就這樣過 差 照理說 你如果說 那個報社提供兩百五十萬 這樣就差兩百五十萬 兩百五十萬 同樣的秒數就是肩膀差兩百五十萬 右肩膏就差兩百五十萬 好 右肩膏你會不會覺得 第一個它有動態 第二個它比較尾暗的感覺 就是腳這樣 雄尾的感覺 一背走的感覺 就比較有動態 不然你會寫完 你自己寫著看 如果這個膏啊 你不要寫右上寫 你把它多寫得很平 多寫得很平 你會發現什麼 笨笨的 對不對 笨笨的 因為太過平穩了 所以你會怎樣 那個動態感覺沒有了 動態感覺沒有了 腳不下活潑啦 所以有時候說 老師 楷書就是要寫得穩穩的 平平的 正正的啊 诶 正是可以 可是那個正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來正 你讓它一種動態的感覺 讓它平衡 就是右上傾讓它平衡以後 那種正的感覺跟這種 筆畫上實質上平平的感覺的 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就會比較笨笨的很平穩 這個是有一種高高 右上傾想要動的那種平穩 是不一樣的喔 對不對 所以平衡是讓它動態的平衡 所以呢 有計畫的 詳細的 一步一步來 那 剛開始可能比較不要太貪多啦 就是頂多是楷書先來對不對 再來了 看看別人有在寫 我寫一下下以後可以 一邊寫行書一邊寫楷書 可以並寫是可以的 懂嗎 比如說我這個時間上條度上可能沒有那麼多 那你就是楷書寫一下 行書稍微練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自己要深入多少或者是花多少時間 可能自己再衡量一下 再來目的性 好到最後我可能要找一個自己擅長的 或者是自己覺得最打索的方式 去展現我的書法 有的人到最後會怎樣 參加很多的那個班級的展覽啊 書道團級的展覽 或者是有人邀請我就是寫一幅作品展覽 你就挑最好的 最好的那個可能就是 喔我這個階段算是一個總結啦對不對 所以窮畢生建議把這幅作品好好寫好 這就是我們階段性的目的 那寫好以後我可能會朝向這個一直發展 或者是我這個階段性目的達成了 我可能這次我參加楷書或者是隸書 下一個階段我參加什麼 行書草書 那這樣你就會朝向這個目標前進 我可以寫一體兩體三體 那當然你想說喔我這輩子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無止境啊 比如說光楷書光行書光曹書 窮一輩子之力啊也都要求最好 比如說像我現在來講 如果以時間來講我寫書法大概四十年左右吧 那四十年裡面我幾乎念之在之都在書法裡面 創作啦或者是演習自己在學啊 所以呢以時間來講差不多啦 可是我覺得我的火頭一天不...